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年12月17日 早上11點 這個是網路上的圖片 我想這應該是真實性蠻大的 這有可能是下一次連動的英雄 然後這個是女神異文入武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查一下 這個我在PS4上也有玩 這是一款非常好玩的遊戲 但是他後來出了皇家版 這好像是續集 我就沒有時間玩了 因為後來就開始這個忙工作的事情 那如果是說呢 我有幾款想要玩的這個PS4的遊戲 應該是先玩這個什麼對馬戰鬼吧 你看那麼久都還沒玩 然後這個女神異文入武的這個皇家版 也想要玩 那另外呢 對這款遊戲不熟的玩家來說呢 可以去找一下 因為女神異文入武 他有出那個動畫 然後這個女神異文入武四也有 前面有沒有我就不清楚了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 其實是從這個四代開始接觸的 然後五代的話就是玩PS4這樣子 所以這款遊戲真的是很棒 如果說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玩玩看 如果說沒有時間的話可以上網看一下 其他實況主玩的一些紀錄 好那這個我們就因為說這個 又這個推出了這個新的虛空英雄呢 而且我們可以注意到 這一次出的是這個兩個角色 所以說這個兩個角色呢 也就代表說會不會之後的那個虛空萊克 都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就是一次都會出兩隻喔 然後一隻是1.5折 然後另外一隻應該就是半價 49.99美金 那以無課來說呢 我就簡單做了一個這個文字說明喔 那以我錄的這個時間點來看這個虛空萊克 就是2020 8月10號 錄了一個這個IQ的這個技能的這個影片 然後2020 10月27號是Overload這兩個角色 然後就是看看他的技能啊這樣子 那所以說呢這兩個時間點差不多是三個月嘛 因為八九十這樣然後差不多三個月嘛 所以說這個虛空萊克出的這個時間點應該是 三個月出一次齁 可能就是一記一次這樣子 那新的虛空呢很有可能會在1月底齁 也就是在這個過年期間嘛 因為過年期間大家這個紅包行情嘛 也就是說大家那個拿了年終獎金啊 就是要去貢獻給這個遊戲公司喔對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出虛空萊克其實是非常合理的時間點 因為這個時候通常齁這個大家領了年終 發了紅包 但是大部分出生後應該應該都是 紅包都是發出去啊 可是不管怎麼樣啊 那個總是年終紅包行情嘛 這時候大家口袋就比較有一些賢錢 所以說應該是在1月底齁 1月底或是在2月中齁 就是過年前或是過年前這段時間 應該會出新的虛空萊克 那我們就算是一個三個月的時間好了 三個月有90天嘛 那90天就會碰到45次一屆迷宮 那我們就簡單算一下一次是6千好了齁 那這樣子6千X45是27萬 但是我覺得這樣算啊其實也蠻麻煩的 乾脆就是你隨時就是要保持這個 如果說你是無客的話 你隨時就是要保持身上滿20萬的迷宮幣 然後我們再去看說接下來 離兌換開放要幾天 以及這個信件可以存7天 那在這個7天前 然後你再去算說這樣子迷宮幣夠不夠 那另外呢這個按照無客齁 一次要這個兌換兩支流程 英靈幣齁也就是淺散幣是永遠不能用了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在這邊 所謂的淺散幣永遠不能用就是這個東西齁 淺散商店 也就是說無客的玩家齁 你基本上這個淺散幣 也就是這個淺散幣怎麼獲得呢 就是任何的抽卡 不論是鑽石抽 種族抽 普通抽 還有那個自選抽 還有友情抽齁 獲得這個英靈幣齁 基本上呢就是完全這個商店上面的東西 就是都不能換就對了 因為這個是你用來兌換這個虛空萊克 很重要的一個 怎麼講呢就是 讓你去調配的這個貨幣齁 那一般來說呢 我們我們算4萬的好了齁 就是說1隻2萬 大概的狀況會是這個樣子 高階幣的話是 高階幣上限應該是可以存到50萬 像我現在小號也是40萬 其實高階幣齁 這個也是不能用了 所以說大概的理想狀況是這個樣子齁 因為如果說1隻角色換到10個英靈幣 我覺得是有些困難 所以平均一點啦 1隻角色的狀況應該是這個樣子齁 30個 所以說迷宮幣的話就是會需要12萬 那兩隻的話就24萬 24萬基本來說就是 你的迷宮 你的那個迷宮商店呢也是 大概最多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可以花到10萬 10萬左右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以這個簡單來計算嘛 3個月的話應該可以獲得27萬 那其實我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個 異界迷宮跟這個聲韻迷宮 以及其他的一些加成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3個月你可以花個 可能10萬內的這個迷宮幣吧 那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因為這一次是在這個虛空萊克兌換時間 那離虛空萊克兌換時間還有3天 3天20個小時開始兌換 然後活動結束是有這個11天 11天 那正式符合幾天呢 算了我們先不考慮正式符合 我們直接以這個先鋒符來看好了 再過11天的話其實差不多是 差不多是年底了 因為今天是12月17號 那年底的話再過3個月的話 我不覺得下一隻虛空萊克會拖到 會拖到年後才出耶 我會覺得是比較可能時間 應該是在過年左右吧 所以說在對話完這個迷宮幣呢 基本上大家的概念也是一樣 就是不要再花了 也是蠻悲哀的 就是迷宮幣就是繼續存 然後存到你的這個上限20萬 然後再來考慮說你要怎麼花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剛剛有一個忘了講 就是有關於這個東喉女士阿爾娜 現在是正式符是在這個 試用活動期間 你可以試用3天 但是你一啟動之後呢 3天就開始計算了 所以我個人推薦的是 從禮拜五晚上再開始試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禮拜五晚上呢 它會經過這個禮拜天的早上8點 那禮拜天早上8點呢 就是更新傭兵使用的這個次數嘛 所以說如果說你從禮拜五晚上開始試用 或是禮拜六都可以 那你就會同時有阿爾娜 跟一隻傭兵可以幫你推圖 再推多關的話其實 是非常的 怎麼講 那個差別是非常的大 因為多了兩隻角色 然後你的那個裝備也可以省下來這樣子 然後 所以說到了禮拜天呢 又可以再用一次傭兵這樣子 再配合阿爾娜 所以說像我現在的話呢 除了這個 感謝這個各位借我的傭兵之外呢 然後呢我的這個活動喔 阿爾娜 像今天是禮拜四嘛 今天是禮拜四 我就不會使用了 因為 私有三天可能差不多也可以碰到禮拜天早上 但是我覺得 想要把時間抓得比較鬆一點喔 所以我會在明天晚上才開始使用阿爾娜 那這樣子呢 像我在現在推圖的時候啊 後面要推五關嘛對不對 我就同時可以使用阿爾娜 然後我又可以使用傭兵 有多這兩隻角色呢 那推圖起來應該可以順很多喔 然後在這個禮拜五禮拜六 推完圖之後呢 欸?禮拜天更新的時候呢 再繼續借傭兵喔 然後借完傭兵之後呢 這個 又可以使用阿爾娜 那這樣再推多關的時候 這個運用起來就會比較方便喔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喔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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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